《梦中的那片海》虽然没有关箱,但报纸的节目单上赫然出现了这部剧的身影。 于是,观众们开启了追剧准备,有观众发文称,为了追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,自己专门换了一台86寸的电视。 肖战主演的剧似乎都有一种浓烈的魅力,他们颠倒云云众深,让人欲罚不能。 尤其是《梦中的那片海》这样的剧,它并非啥IP剧,没有原著粉基础,也没有详细的剧情梗概,处于一种绘制状态。 即便这样,它凭借肖战的个人魅力,依旧展现出极强的IP效应,多次发榜带播剧景气指数榜。 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对于肖战来说有特殊的意义。 首先,这部剧不仅是年代剧,还是是纯粹的原创剧。 相比较流量《艺人文社》中的网络小说改编剧,肖战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无疑是一次勇敢的挑战和尝试。 其次,从媒体的爆料来看,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将涮心总台黄金档。 肖战虽然成名多年,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海内外热播。 《斗罗大陆》登上过电视剧频道的五件档,但还没有作品在总台黄金档播出。 对于演员来说,有作品能够在总台黄金档播出,是一种认可和荣誉。 尤其是肖战经历过那么多争议。 北京纷纷一语,终于站到了舞台中央。 《梦中的那片海》虽然没有播出,但已经有了爆香。 首先,媒体热衷于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所有的消息。 自打有大批发文爆料后,相关消息冲至各大网站。 每天的讨论量巨大。 其次,肖战的个人品牌价值在升级。 肖战的商务能力一直很突出。 随着社交英雄传观宣。 再到《梦中的那片海》被热议。 很多人相当看好肖战和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播出后的商业号召力。 于是打起了肖战的主意。 由于相关困扰太大。 肖战团队到了不得不出面打架。 肖战本人也点赞了工作室发布的友情提示。 可见他本人对此类招摇撞片厌不至极。 从各种迹象来看。 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只要播出就非爆不可。 届时,肖战的口碑和声誉也将更上一层楼。 横扫各大主流排行榜。 作为粉丝,你对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有哪些期待呢? 为了追剧,你做了哪些准备呢? 欢迎留言讨论。